天气逐渐变热 为了消暑民众常常会喝杯清凉的果汁解渴 不过民众购买果汁时要注意了 行政院消保处检验市售包装果汁 发现包含知名品牌的芦笋汁和番茄汁 果汁共有五款的标识不合格 有原汁含量标识是20% 验出来却只有4% 甚至还含有多种不明添加物 业者需要全部回收下架 并且被罚新台币4万元 这几款市售的包装果汁 虽然有GMP认证 却被检测出标识不实 原汁含有率有的只达到3% 4% 他们竟然号称有20% 有的他们是在里面添加了一些 所谓的芦笋香料等 产品的口味风味的调整 因此造成原汁含有率 有超减不足的一个状况 业者表示 现有标识不合格的商品 以停产下架 将再推出新配方的产品 主管机关表示 将撤销认证并限期改善 在GMP认证下 饮料仍出现问题 让民众不仅花钱受骗 也不知喝尽多少化学物质 老字号的商誉受损 可能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 新唐人亚地电视 郭英开 黄金峰台湾TV报道